倒面上的滷豬腳還有這個蔥鹹粿 還有茶葉蛋和豆花和水餃餳 寄喜灰割的湯頭 這看起來沒什麼火的料理 其實這裏是我們加了黑蒜頭 黑蒜本身它的營養成分比白蒜好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料理 做成料理是因為大家不敢直接食用的 小孩會抗拒的 然後你把它做成料理 他就不知道或是可以直接 就會覺得很好吃 像這個蛋啊 豆干啊 都可以當零食 他不覺得說有蒜頭味 在這裏的這個武漢蝦鹹也很期間 很多可以用心共心的東西 讓人比面上來注意 真的感到哭這間餐廳 看起來就依到黑蒜頭料理來出名 很多人客人吃過後變成老豬腳 對啊 會好啊 很清爽 對啊 我也都來這裡吃 我們做小孩 嚇死了來 我們都來這裡吃 而且黑蒜吃起來有點像蜜餡甜甜的 好吃 對 對 對 它吃起來的口感不會像蒜頭 那麼的辛辣 我們的年營來吃這個蒜頭 蒜頭這種東西 對我們的麵里也不錯 對 我來說吃兩年我感覺都不回答 現在表示說黑蒜頭 如果是白白吃就會很險 他經過處理後變成黑蒜頭 剛才可以來食用吃飯 還可以拿來入菜變化 又這麼多 你看這個雞湯 這個是黑蒜蒸鱸魚 黑蒜豬腳 然後黑蒜肉燥粿 這個是黑蒜蜜丹丹 這個是黑蒜豆干 然後這個是很推薦的 小孩子大人都喜歡的黑蒜咕咕蒸蛋 把它做成料理大小都愛吃這樣 對啊 我們的客人買黑蒜回去 他就會直接把它剝開來就直接吃 平常吃就把它當成養生的一種保養品 對 夾這張黑蒜頭 拿來烤湯豬灰哥 蒟粿的寶水丹 甚至是滷到雞蛋和滷到豆干 用不一樣的實材 可以吃到黑蒜頭的營養和用心 在這個風雅期間 就要是受歡迎另外 也讓消費者的風雅因素 多了很多選項 在旁邊新聞 我們以下檢視蔡文博的